这 师父 哲言尚人 奇怪 这扇子竟然选了他做主人 还以为四海八荒的战神 有三头六臂 谁曾想 是个比折颜还风流的小白凉 他不会是识破了折颜的法术吧 思音 还不赶快见过摩阴上神 上神 实力桃林思音 因仰慕莫冤上神的威名 特意不远万里前来拜师 望上神收我为徒 这法器威力巨大 绝不能叫与昆仑须之外的人 看来 他是我命听的徒弟了 上神 十万年前 父神身归混沌 远古众神也都先后应结离世 如今四海八荒 就只剩了天族的龙族 凤族和九尾白狐一族 还留了些后人 在神族内 身份尤为尊贵 我就是九尾白狐的后人 狐帝白纸的妖女 名唤白浅 可惜 因为年少时过于顽劣 闯了不少祸事 阿丁阿娘为了找人管束主 让折颜那个老凤凰 把我变成男儿生 化名思音 送来昆仑须 带了折颜的弟弟莫冤上身为师 这一货 就是两万年 昨日我突经十里桃林 从折颜那出 给你取了三壶桃花罪 折颜亲手酿的桃花罪 果然是折颜的手艺 谢谢师父 酒是好酒 但别喝太多 避免伤身 师父放心 时期明白 小酌遗情 大醉伤身嘛 师父为什么会给我带酒啊 明日不是你的生辰吗 对 明天是我的生辰我都给忘了 谢谢师父 师父对我真好 比那老凤凰对我还好 有什么人 竟然在昆仑去来去自如 你 莫非你就是那位小姐 不错 今日你见到的 就是我家上神 你可知我家上神是谁 是昔日与莫冤上神 一起征战天下的 遥光上神 遥光上神 坏了 大师兄说过 这遥光上神一直爱慕师父 还特意为了师父 将仙府搬来昆仑须 该不是为了引师父 就与他大战一场 借此萌生点 惺惺相惜的情意 就特意用我做幼儿吧 莫要出神 我们还没说完 虽然你犯了如此大错 可我家上神却很慈悲 从近日起 你就随着我家上神 做一个坐前弟子 习心修行 削一削你的完性陈心 我已经是莫冤上神 做下十七弟子私音了 又怎会另投他们 想都别想 放肆 莫冤如此风华之人 怎会有你这种顽劣之徒 你 身为一个女子 仰慕一个优秀的男人 并不丢人 可是把人家弟子绑来 借此与人家来往 那才是大大的丢人 休要信口赐黄 你才信口赐黄呢 我师父待我好 是因为他怜悯我的身世 又受故人所托 不错 你倒好 把我抓到这儿来 不仅要我拜你为师 还把我定在这里 我师父一根手指 都比你好百倍千倍 还要我拜你为师 休想 可敢再说一次 我师父一根手指 都比你好百倍千倍 要我拜你为师 休想 好 好 既然你如此明顽不灵 拉去水牢 先关他三日 是 一个小狐妖 就敢和上神顶撞 活该你受着水牢之罪 我先服水牢罪魔人 每隔半个时辰 就会磨顶一回 慢些享用吧 小狐狸 不就是水牢吗 你们来真的 放开我 放开我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来人啊 来人啊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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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放我 Gone 靶子 疼 疼 树林没有 没找到 莲池也没有 护山也没有 褔殿也没有 都没找到吗 没有没有 十七岁坛碑 怎么可能让九潭子 就这么碎了 一定是慌乱之中被人带走 酒坛子才会衰落在地 有什么人敢在我昆仑须接人 难道是异族 异族 异族 不 不会 除非是异军情仓 除了他 任何异族人赶上昆仑须 都会被龙气压住妖法 不会是石漆的对手 一定不是异族 连我都追不上的人 还能劫走石漆 看来是对昆仑须很熟悉 可除了我们昆仑须的弟子 还有谁对昆仑须 难道是遥光上神 不错 昆仑须除了我们 就属遥光上神最熟悉这里 你们再去找一找 我和令狱去找师父 是 是 是 师父 师父 小石漆不见了 不见了 可去酒窖找过 早找过了 师父 我们几个猜想 说 九师弟是听见 九坛子被摔碎之后 才发现有黑影闪过 追上去竟也没追到 之后我们才发现 石漆不见了 师父 你瞧 就连九师弟也追不上 那人该有多熟悉昆仑 而且昆仑须 除了我们几个之外 只有遥光上神的府邸在这里 我们几个猜想 或许是石漆说话不顾忌 得罪了遥光上神的人 可弟子 也不敢擅自去咬人 再过半个时辰 把他带上来 好言相劝 让他离开莫渊 是 不知莫渊上神 为何对他如此偏爱 莫非真是被他容颜所获 不知莫渊 莫渊 水牢内 可有我昆仑须弟子 莫渊上神 可是听了什么人的挑唆 我水牢内 怎么会有昆仑须弟子 你我相识数万年 当知我不惜多费口声 让开 莫渊 此处乃我遥光仙府 怎能容你说闯就闯 让开 遥光见你为战神 但这里 是我仙府尽地 没有我点头 天军都不敢踏进半步 你勇气 来 我尽力 好 我尽力 我尽力 你离开 我尽力 你reflection 你赶势 我尽力 我尽力 算你 我尽力 没 我尽力 去 你 我尽力 你 这 我尽力 你 我知道你 师父 您来了 师妻 你可还受得住 不过被水淹了几次 没那么娇气 这一烟倒是长进不少 学会逞强了 我还要喝桃花醉呢 还要过生辰呢 师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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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渊 莫渊 你听我说 不必多说 我是怕你终日 宠着这个关门弟子 而备受天宫那些人的非议 我莫渊又可从未过人运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你是父神弟子 是战神 应该受到四海八荒的敬仰 而不应该为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弟子 而备受非议 二月十七 苍吾之殿 这笔账 我会和上神你好好清算 他竟然约我去苍吾之殿 他竟然要跟我清算这笔账 是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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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受 我放你了 我来照顾他 那我去看看 药间的如何了 师父 师父 没事了 师父我护着你 那个女上神 根本配不上我师父 配不上啊 此处 正是青丘与异界的交界处 万年来得如此 再走半个时辰 应该就会到青丘了 此处狠邪 腾云法术完全施展不开 一定要小心啊 而且我听东华帝君 跟师父谈到过意见 说这一任异军 极有野心 以后必定与天族 有场恶战 有什么好恶战的 野心吧 不过说起异军 我以前好像见过他的画像 小心 鬼市 我的事 是 这人 我然间 他 去看有什么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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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人 来 说 为什么要害我们 为何什么都没说就自尽了 我们也没下杀手啊 那人长啸 就是他们自杀的暗号 快走 快走 大哥 他们都穿得好奇怪啊 不像是我们要找的人 也不像一族的 没错 他们是天族 天族 天族又怎么了 我迟早要他们俯首称臣 成为我们阶下囚 一统四海拔荒 好吧 不过 天族人都剩得好漂亮 等他们成了我们阶下囚 随便乔两只养在宫中 那是义军情仓吗 是 小仙 小仙 常年驻守在十里桃林 此番投赐出来 没想竟迷了路 你们是哲言的人 小仙 正是哲言上神 坐下仙史 是哲言 哲言和青秋 向来一提 自白旨继任胡帝之后 就不再过问 天族 魔族 和异族之间的恩怨 倒也保住了青秋 数十万年的太平 对啊 我家上神交代过 不要过问什么 天族 异族 魔族的事情 流石里桃林 一个清静 义军 林子里全是叛军的尸体 这是两位仙士做的 我们二人迷了路 这些人上来就突袭我们 什么也不说 就拔刀拼命 我们也是为了保命 死得好 本军一路追赶至此 将留几个活口问话 竟被两位仙士 抢先灭口了 解吧 自今日起 谁敢阻拦我一统四海八荒 就是如此下场 说得是 那我们就先告退了 进您手 来者是客 请两位仙士到大紫明宫做客 回宫 这义军为何要带我们回宫啊 莫非哲言这万年来 得罪过他 可这里是大紫明宫啊 我们天祖弟子 根本发挥不了法力 我连剑都提不起来 只有伤身皆病的 才可以来居自辱 小心使 公主殿下 你怎么知道我是公主殿下的 如此漫妙地身姿 惊人地容貌 又能震慑三军的 自然是公主殿下 都说天族的高高在上 我看你倒是挺特别的 公主这话就说得不对了 我们上神啊 早就鬼隐桃林了 不认世事 所以我们两位 都不算那么天族的 最好是这样 我父君最恨天族了 你娶亲了吗 我 娶了 安美 真的 那就好 那公主看上你了 别开玩笑了你 鸟庚上神看 是不是就是那样 小心使 今夜宫中无重兵 你快走 你师兄是大哥看守 我不清楚他关在何处 你先跑再说 跟着这只黑鸟出这院子 一路向北就能出宫 因为 又我上钩 也不对啊 我这都接下囚了 有何好骗呢 慢点 慢点 还好有你在 不然就迷入了 哪儿去了 今天天气真好 过来 过来 你这身衣服 颜色倒乖 不过还挺好看的 在哪儿买的 青 青秋 青秋 赠仇富君 深沉没什么助力 小兄弟 便算作我人情 把你这衣服给我 你 你干什么 又不是女人你怕什么 你解脱了 我让人 不行 不行 你别过来啊 你 坏了 此处没血法撑着 气不淹死 我给你肚气 肚气 你 你以为肚气只能用口吗 我可不想碰你 冻死了 如此怕冷 跟烦人似的 我在这儿可不就是烦人吗 连个法术都使不出来 你是天族人 你肯定也是吧 被抓来当刚儿子的 你说什么 刚儿子 是啊 这义军不就喜欢说刚儿子吗 你肯定也是 我是大子民工二皇子 李靖 你是什么人 算了 遇上你我也跑不了了 我是昆仑虚 莫冤上神 座下十七弟子司音 被你父亲抓来的 你就是我父亲抓来的干儿子 你父亲看上的是我九师兄 不是我 那你是 我是被顺道绑来的 算了 逃也逃不了了 二皇子动手吧 动手 动什么手 也像傅君一样 把你抓来当刚儿子 我宁死不去 开玩笑的了 我又没这癖好 你若想逃就逃吧 我不爱管这种现实 原来你在这里 快跟我们回去 越发没规矩 你们眼中 可还有我这个皇子 二皇子 属下不敢 还不退下 二皇子 可知身边这位是谁 是 你们真以为 我每天只知道饮酒作乐 不知道大子民宫发生了什么吗 书下不敢 一群没脑子的废物 还不快滚 是 是 还不退下 走 你就是我妹妹看上的那个天族小白脸 此话从何说起啊 我听宫中的人说 胭脂看上了一个天族小白脸 她既然肯带你逃走 也就是说她真的看上你了 有误会吧 没事 既然我妹这么喜欢你 我总不能让你被抓回去吧 我就屈尊一下 亲自送你回去 回哪儿 自然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啊 好啊 师父 师父 你快点来救我们吧 不行不行 你不能来 你来了 我正问那义军的屁 你在义军的 你又喝多了 你又喝多了 阿盈 我给你讲一个秘密 你想不想听 你这是喝了多少啊 你究竟想不想听 看来你是真把我当朋友了 你说吧 阿盈 我喜欢你 我 你又脱我衣服 你既已默许 为何又要如此扭捏 我什么时候默许了 你 你喜欢我 你喜欢我 喝多了撒酒疯 去 来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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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呢 你没事吧 今日仇怨 日后再送你 咱们先去救你救师兄 师父 师父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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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Copy 来 、「来吧苦队 hollow中 wheel 我来来公尊 来哪儿 批尘尘尘尘尘大刺兵宫 你 准备 莫渊 真没想到 你会为了两个小徒弟 违背两族盟约 在我这大自民宫 大开杀戒 清策 你枉为异族之王 不过是个忽仙术伏之辈 竟使出如此下三滥的手段 绑走我徒儿 如果你要的是一阵 那便站吧 正好万一 不用了 火山 不过是 不过是 啊 怡静 快走 他有东华仲 师父 天琪 走 冲上 杀了我呀 你以为本君不敢杀你吗 我当然知道你要杀了我 也自然知道 你为什么不杀我 逆子 你别忘了 是谁给你的无上荣华 来人 把这逆子给我关起来 没有我的手艺 谁也不能放他出来 是 是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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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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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满 来 其他人跟我走 是 是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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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救你 师父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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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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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应该我来救啊 师父 帮我出去 帮我出去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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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天天啊 师父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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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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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戏 神戏 师父 你醒了 师父 师父闭关去了 师父 来 师父闭关 来 来 师父昨日生生替你挨了三道天雷 十七啊 你以后还是好生学学本事吧 不然下回非生上神 再让师父替你理解 就不好了 天雷 师父 现在怎么样了 师父在去一届救你们之前 就说要封山 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原来师父他老人家 早就做好了替你挨天雷的准备 又怕一届过来寻仇 他闭关我们敌不过 师姬 师姬 师姬去哪儿啊 我 师父 您是不是伤得很重啊 师父 师父 是弟子不孝 弟子连累了您 跟着您学了两万年 连天节的日子也算不出来 师父 您快点出来吧 师姬将自己炖了给您煮汤 师父 他伤势极重 你再这么哭下去 他会走火入魔 真是笨狐狸 师父闭关这么久 也不知何时可以出关 四哥 四前想后 我还是要与你说一桩事 我与一介二皇子 机缘巧合下 相识相知 情投意合 我与他虽无余具 却已认定他 可如今天翼两族机缘见身 义军怕是迟早 要与天族大战一场 我与他 师姬 大师兄 上次我打那个黎靖 你还怪我打中吗 我真后悔没把他打死 这还没拐走你 就把玄女给拐走了 你方才说什么 方才我下山 老远就看见他俩 手牵手在散步 甚是亲密的模样 不过说到这儿就奇怪了 玄女是个女神仙 那黎靖诚然是个不正经 他俩怎么凑到一块儿了 射夕 射仙 射仙 阿易 对不起 天族和异族终究没结过 好 好 有没有结果都是你说了损 好 那你说 你现在打算将我怎么办 当时 当时是我太荒荡了 当初你说 我无论如何都要与我在野冲 你现在又说自己荒唐 四一少先 你便成全我们吧 我跟李靖是情投一合 你们两个终究是没有结果的 那你告诉我 怎么才算有结果 是乱终弃是结果 还是拆散别人是结果 阿易 我 你别叫我名字 你 是我负了你 阿易 是我负了你 我不配与您在一起 你去与莫元双宿双飞吧 你如今还敢羞辱我师父 当初是你说 当初是你说 无论我是什么身份 都要同我在一起 可现在呢 好 我成全你 小姐 那我去哪儿都需要 没想到时期 随师父出这么久的门 师父不说 时期也知道 师父是为了哄我开心 算你还有些良心 师姐 为师有些卷了 咱们在此处小七半个时辰 你看如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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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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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然李景真的负了我 千万年后 我终有释然的一天 左右不过一趟儿女私情 让师父跟着我忧心了 真是徒儿不孝 确实不孝 你师父因受天雷重伤 身未痊愈又遭遭出关 全都是因为你这个小徒弟 如今他心火焚身 你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还好四哥跟哲言 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若他们知道了 肯定会嘲笑我 幸亏那天的信 还没寄出去 四哥 你还有个四哥 不过四哥也说了 这天族跟异族 迟早要开战的 不知道师父到时候 会不会带我出兵 跟着师父学了两万年 还没有带过兵呢 我也是亏了 出兵 若我生亡缘 这天定不会让你一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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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身 青苍已经变阵 调动了至少十万兵马 去追遥光上身了 好 取青苍手机 激活天族 英勇牺牲的将士们 取青苍手机 激活天族 英勇牺牲的将士们 取青苍手机 激活天族 英勇牺牲的将士 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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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苍 你若束手救起你 你身后的部下呢 便还有活命的机会 但若你不想 便为我这次的天族 将士们偿命吧 只要我还是一族的王 便绝不会想 这天地也该变上一遍 此战 有八荒众神与我作伴 本君也就不冤了 莫言认识他们 敦煌忠 这敦煌忠没你所少 今日 你就为他陪丧 神尊 特残煌忠 王能让他 神尊 驾忠 快 宋移 快 快 你自然知道如何克制他 师父 你 Security 你 说 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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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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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 没事吧 你没事 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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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走 疼我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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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上线 这是我们异族的祥术 我父亲已被封在东黄中内 如今异族不愿与天族为敌 还请诸位上线收下祥术 放我三万残兵 一条生路 要祥术何用 要你们全部陪葬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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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此事关乎天下苍生 就得莽撞 我一人一族数百万人 你是杀不完的 我就算穷尽一生 也要杀尽你们一人一族 师父 尚歇 两军交战 此伤在所难免 况且我父君已经被封印了 就请你不要再牵连其他人了 放开我 四姨 走 回空了去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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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言 我师父的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 小五 莫冤她已经魂飞魄散了 你不是四海八荒艺术最高的人吗 你不是她哥哥吗 你为什么不救她 哲言 你为什么不救她呀 哲言 小五 你师父是用元神祭了东黄庄 没人能救她 师父 师父她之前就跟我说过 极东黄庄 是需要元神的 但师父她也跟我说过 造东黄庄的人就是她 她一定能用办法化解 我就信了 师父 因为之前替我挡了三道天雷 她的伤还没完全好 都怪我 四哥都怪我 小五 你可还记得 你师父临去之前 对你说的 等我 师父她确实这么说过 那莫冤是何等人 她既然把话放在这儿 就一定会回来的 真的吗 你应该比我 更了解你师父 对 师父她既然让我们等 就一定会回来的 就一定会回来的 我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师父的仙体保存好 然后等师父回来 小五 你身负重伤 不如鲜遂四哥回青秋吧 可是我 我哪儿都不要去 我就在这儿 陪着师父 你若在此处 那我也陪你在此处 随你守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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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着我 守着我 使妻没用 寻不来御回 若要保师父先提 只能将您带回青秋了 还请师父 还请师父说罪 这个灵胖 这个灵胎来得奇怪 不过数日竟已临产 也许这胎得到了昆仑须的真气 得到了金莲花的庇佑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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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并非是寻常的仙人 她是父神的嫡子 也是父神唯一留下的血脉 能够能够得到她日夜域 能够得到她日夜培养的金莲庇护 此子必将不凡 娘娘都生了七日了 肃金好怕 肃金不怕 天君 殿下 是个皇子 是个小皇子啊 恭喜天君 恭喜殿下 可是香蕊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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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君 夫君 这是莫冤赏神将生时才有的景象啊 无量善德 我天族终于又迎来了一位储君 本君即日 就为他赐名 野华 恭喜天君 西德储君 鱼都到哪儿去了 别心急嘛 来 两位上神 这两日桃林可真是热闹啊 蝶峰上仙忽然来 怕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吧 我找不到十七十弟了 不对 不止十七十弟 就连师父的仙体也找不到 什么 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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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丫头 那场战争明明受了重伤 怎么这么不看住自己的性命啊 是 师父 得了阿娘半生修为 终于能保住师父的先体了 时期在这里等着师父您早日归来 重现昆仑须仲朝拜的盛况 自带师父离开昆仑须 整整七万年 我从未踏出过清秋半半 听说师兄们都回了各自的部族 昔日群仙朝拜的昆仑须 早就成了无人圣地 天族和义族也重修旧好 渐渐地战神莫渊和义军秦苍的名字 都被掩埋在了昆仑须无尽的落叶 和若水河的泥沙中 再无人提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词ện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复讯 中文字幕——YK